今天台中官台里的立新国庄旁一号驾驶 完整是四楼馆都竟然起到七楼馆 因为附近有好后又有立同美机的保持班 专家里说这个第一档是很高发生危险 也有可能这建筑物载到胸膛 结果有寒热的情形 四楼馆的套庭建筑物 现在就变成了七楼馆 新年各国的建筑物相接的分约 为外全的瓷砖就看得出来 跟整楼馆都是三四楼馆套庭的村民来收比较 这栋建筑物真的是太突出了 这里夫妻的既民感觉受到威嚇 现在盖房子不能再像以前的样子啦 这有相当的法规嘛 你之前听过我是加盖到几楼啊 你多是在加一楼而已啦 在台中官台里市立新国庄旁这栋建筑 旁边的就是人家的营业保持班 村民就很厚 这种套庭房地坑很轻的 那是赌内效果很恐怖 他这次一楼一楼半身 去八楼的房子 第二楼也倒不掉啦 赌内来说 可能土耳术里面的孩子来说 可能就没有一趟去 土耳建筑专家这家一楼 去一站楼馆的围中建筑 已经会威嚇到建筑结架的安全 他发起到三楼半 围中建筑不是发生在地盘的时候 四楼往上盖 四楼那个贴面本身是一个弱点 的确在地震的时候那个弱点会出问题 底下要能够体验 能够承受上面多少的重量 那你假如重量过多的话 第一个可能有沉线问题 一楼的房子可能可以往下线 出租做的是应做入 面对家庭头部的这期 他说家的安全结果没问题 附近的民众有人说 当初围检在棋的时候已经有人来检棋 却没看到台中管政府派人给人来处理 管政府说如果围棕没法保问 会以后来贴图 自己公文立行的固定中 面对家庭头的提心挑战来过一期 接下来继续报道